大家好呀,我是花猪,本期是北斗的培养攻略,希望对朋友们有帮助。 记得点赞加关注,为想抽个角色和武器积攒欧气,每天收看花猪我的视频,保证不会让您错过各种原始活动和资讯哦。 北斗一技能类似于弹反,释放期间会产生护盾,受到攻击后一技能伤害提升,大招可以减免部分伤害,同时普攻产生闪电链。 目前北斗的培养分为这三种,其中主C流队硬件要求太高,不推荐新人,我们重点说后面两种。 第一种搭配草系,水系,走超绽放,我们可以利用北斗的异技能和大招释放瞬间来触发草种子。 同时由于北斗和行秋的技能免伤,哪怕是面对这两个恶徒,也可以从容的正面硬钢,再带上一个雷系,保证大招的充能循环,总之玩起来还是很舒服的。 北斗在这个配队下建议带式金套,主词条以精通为主,副词条优先充能双爆,精通在800到900左右,就够用了。 接着是副C5装流,只要把草系角色换成风系就可以了,利用行秋和北斗的免伤加抗打断,让风系角色战场减抗,扩散输出巨怪。 北斗在此配队下,可以选择如雷、宗室、绝缘套、主词条选择传统模式,同时也要保证充能。 武器选择方面,走副C5装流可以用狼墨、信镖、天空等,四星武器除了画红线的基本都能用,走超战放流的请选择精通或充能武器,一般来说西风大剑是最合适新人北斗的。 命座方面,主C北斗需要满命,所以不推荐新人,武装流和超战放无所谓命座,零命也能练。 派对方面就看大家想完那个流派了,反正可以选择的角色还是挺多的。 另外,北斗的E技能是可以挖矿的,当然普攻也可以哦。